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国家财政是由户部管理 皇室财政是由内务府管理 那么但是这两部分财政它的最高权力都是归属于清朝皇帝 最高权力都是集中到皇帝首领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晚清财政 主要是讲的由户部管理的国家财政 不包括它的这个皇室财政 那么这个户部呢 是在中央的管理全国财政的一个最高机关 我们都知道这个户部啊 是清政府的六部当中的第二个部 由此可见户部它在国家机关当中 或者在国家政务当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除了这个中央的户部之外 各个省都设有不证使 那么这个不证使呢 它就代替户部管一省的前梁 那么这个不证使虽然是 这个要受到地方都府的节制 但是呢 这个不证使 它不是地方总督或者巡府的一个属官 他们之间没有一个直接隶属关系 这个不证使 它是要隶属于或者是受管辖于清政府的户部和礼部 和这个和这个吏部 那么在咸丰朝之前 那么清政府啊 采取的是中央集权式的财政 就是一级的中央集权 地方上是没有财政的 没有地方财政的 它是一级财政 而不是说有中央财政 有地方财政 二级财政 是中央集权式的财政体制 那么中央政权 通过制定各个省的收入支出的一些细目 财政各个省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根据这些是吧 来严格的控制各个省的 它的这种财政的收入和支出 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着全国的这种财政的收支 那么在讲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很多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一般都是这样讲 说到了鸦片战争前夕 清政府的财政拮据 入不敷出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十分大的困难 那么其实呢 就整个道工程而言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并不是十分紧张的 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 还并不是十分紧张 那么主要是基于这么几个考虑 那么一个呢 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略略大于财政支出的 就是每年呢 还有些结余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清政府 他的户部里边还存着一些银两 有些积存的银两 那么你说清政府 他的财政上还有一些劳本可吃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具体的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乾隆朝 那么乾隆56年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是4359万两 而财政支出呢 是3177万两 他的盈余达到了1182万两 那么这是乾隆朝 嘉庆17年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是4013万两 他的支出呢 是3510万两 他这一年的财政结余 是503万两 这是嘉庆朝 那么看后边 盗光朝 那么盗光22年 就是爆发鸦片战争之后的 1842年 那么在这个1842年的时候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是 3714万两 那么他的支出呢 是3150万两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盗光朝的 他在1842年的财政盈余 还达到了564万两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再一点 就是清王朝 各个朝 他一个方面 就是财政收入略大于财政支出 有些盈余 而且清政府的国库里面 就是他的这个部库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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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户部 他的这个盈库里面 还有很多财政结余 那么一般的说 乾隆朝以前 尤其是乾隆朝和雍正朝 清政府的这个财政 这个他这个部库里面存的银子 存的是比较多的 一般的都有6000万两左右 那么这个乾隆54年 乾隆46年 他的户部的存银达到了7000万两 这7000万两呢 就大概相当于当时清政府 两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就是他这个时候 可以说的是国库很丰盈 那么到了嘉庆朝 嘉庆19年 清政府的户部存的银子 还有1240万两 他是有财政结余的 那么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清政府要支付大量的军费赔款 是吧 那么财政日趋紧张了 即使是这样 到了这个1850年的时候 那么清政府的户部存的银子 还有800万两 那么也说 这个时候清政府这个财政上 虽然出现了一种紧单的形式 但是他的财政还没有出现 这种危机 或者说不存在着 现实的财政危机 他可能有隐性的财政危机 但是还没有形成一种 现实的财政危机 那么但是到了后来 1851年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 清政府就面临着第一次 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什么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清政府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 那么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 那么一个就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那么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 是吧 他要筹集大量的军饷 筹集大量的军费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起义 是波及了南方的各个省 像什么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 是吧 波及到了南方的很多省份 那么这太平天国起义所波及的这些地方 那么用清政府的材料去讲 就是盐引停运 就是盐税收不上来了 关税难征 就是清政府的那种常关税 内地的常关税 争不上来了 收不上来 地丁钱粮 复因兵荒而捐免缓征 就是地丁钱粮也征收不上来 那么这样的话 清政府他的一个大宗收入 这种田赋的收入就急剧的下降 那么据统计 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各个省当中 地丁收入是达到了1100万两 那么这1100万两呢 就占了清政府全部地丁收入到20% 那么这个时候太平军占领 占领这些地方 当然这些地丁钱粮的征收 那么清政府就没有办法征收上来 那么清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在急剧的减少 那么但是清政府他的军费开支却在急剧的增加 因此这清政府他这种财政就出现了严重困难 一个很突出的势力是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 是吧 在南京城外的设立了一个江南大营江北大营 几十万军队呢 集结到这个南京城下 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清政府的财政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讲入不服收入不服出 而太平军占领的 你比方说江苏浙江 是吧 这些地方呢 都是当时中国的财富之区 是清政府的一个主要财政来源的地方 那么这些地方这个地丁税 是吧 包括海关税都收不上来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 那出现了非常大的危机 当时清政府的官员就讲 说现在户部所存 不过之三四两月 就这个时候户部所存的银两 他只能够支持清政府 三月份和四月份的这个军事开支 他说兼之道路梗塞 外解不治 设施一旦空虚 兵响一庭 人心猝变 其事 积极不可终日 就讲什么呢 新政府的财政收入降低了 但是军费 是吧 要增加 还要筹集军饷 这个时候 新政府的军饷只有 只能够支援两个月 如果说一旦的经费不能够筹集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 兵响一庭 人心猝变 其事 积极不可终日 那么形势是很危急了 那么到了11月27号 清政府的军费开销达到了4000多万两 4000多万两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三年当中 从1851年到1853年 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当中 清政府每年增加的军费是1000万两 1000万两 而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 不过是3000多万两 将近4000万两 那么说这个时候清政府啊 面临着非常巨大的军费开支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清政府原来的户不存的银子越来越少 我们前面讲1850年 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前 太平天国起义是1851年 说1850年的时候清政府户不存的银子 我们讲了还有800万两 到了1853年 户不存的银子只有22万两 就是消耗了清政府大量的这种 这种财政上的一些结余 面对着这种财政困难 那么清政府采取了很多截流的办法 要开源要截流 他的诸多截流办法有 你比方讲要一庭文武官奉 一减外力养联 一庭各衙门公费 就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文武官员的这些官奉养联银 是吧 都要降低 减薪 因为我们现在画是减薪 降低工资 一庭各衙门公费 就是各个政府机关的办公经费 要给予压缩 那么这是采取一种截流的办法 那么同时 他又采取了一个广开裁员的办法 就开源 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这个开源的主要办法 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种叫做变相加付 变相的增加税付 或者填付 那么面对着当时出现的这种严重的这种财政危机 那么清政府表面上在讲 要遵踪组制 永不加付 是吧 因为情况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叫做盛世资生人 资生人丁 是吧 资生人口 永不加付 就是不增加填付 那么清政府表面上还讲 我是永不加付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巧立名目 又增加了很多名目 什么名目呢 像津贴 津贴现在是个好事情 是吧 给我们一个什么津贴 我们工资增加了 但是那个时候津贴呢 是人民 以一个津贴的名义 向清政府要多交税的 是吧 以津贴的名义 或者捐收的名义 是吧 以这种名目来加付 来转嫁危机 我们可以这个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四川省 原来它的填付 大概是66万9千两 就是不到67万两 那么后来清政府搞了很多津贴 你比如说讲 岸梁随脚津贴 岸母捐收 新家捐收 搞了很多名义 那么这样呢 到了1901年 它的这个四川省的填付 就增加到了多少呢 增加到了350万两 也说呢 增加了三倍半 就是原来的填付的三倍半 那么这是变相的增加这个填付 那么在这个时候 清政府增加填付 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戒征 戒征 那么这个戒征是怎么回事 它是这样 就是太平田国起义之后 清政府在南方各个省 是吧 他这种填付就征收不上来了 因为什么呢 太平均占领了这些地方 填付征收不上来 那么这些地方呢 主要集中在像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是吧 浙江 这个江苏 这些地方 那么清政府为了弥补 他的财政上的一种亏损 是吧 这些省的地方 征收不上来 填付 怎么办呢 他就一个办法 就说什么呢 对于所谓的完善之区 要戒征 那么这个咸丰皇帝 在咸丰三年 颁布一个上域 这个上域是这样讲的 说像山西 陕西 四川 那么这些省呢 是没有受到这个太平军的这种影响 或者受到他影响很小的 就是他讲的所谓的完善之区 或者说就是清政府所控制的地区 说山西 陕西 四川 咸丰四年前梁 就是咸丰四年 他是咸丰三年发的嘛 说咸丰四年的前梁 既行戒征一年 就说呢 咸丰三年 就征收咸丰四年的前梁 然后咸丰五年的前梁 既于明年秋季戒征 今年征咸丰四年的前梁 那么咸丰四年的时候 就要戒征咸丰五年的前梁 按年递推 那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就征收明年的这种前梁 明年征收后年的 那么这也是一种变相加速 就是为了增加他的财政收入 这是第一种办法 那么第二种广开财源的办法呢 叫做严金加价 那么所谓严金呢 就是指的食严 金呢是食严的这个单位 就是说呢 食严是广大人民群众 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因此这些关系国际民生的 关系国际民生的一些清政府官员 都就讲求这些严正 这个食严应该怎么样行销 怎么样运输 是吧 作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部分 叫做严正 都是讲究这些严正 那么在道光朝之前 清朝统治阶级 对于这个食严的征税 应该说比较轻 那么清政府这个食严的这个税收啊 每年呢 大概也就是几百万两 六七百万两 那么但是到了咸丰年 清政府为了筹集军饷 挽救财政危机 那么在原来的严税之外 又加上了严离 就是兑严征收离金 那么这样呢 清政府的严税的收入急剧增加 到了这个清代后期 这个严税成了清政府的四大财政收入之一 那么说这个严税的收入增长得很快 那么从这个道光 道光年的这个1847年 到1911年的64年当中 严税是增加了多少呢 增加了六倍 就是1911年的严税收入 是1847年严税收入的六倍 那么这是一 这是第二点 就是严金的加价 那么他广开财源的第三点 就是增加了一些海关税收 海关税 那么这海关税呢 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鸦圈战争之后 中国对外开放了很多通商口岸 那么这些通商口岸 所征收的这个关税 那么就是阳关税 或者叫做海关税 那么所谓阳关呢 是相对于清政府原来在内地设的常关 那么这个清政府的这个海关税 在1861年的时候 只有490万两 并不多 那么但是到了1874年 就增加到了1140万两 那么后来这个海关税 也成了清政府的四大税收之一 那么是增加了海关税 开源的第三个办法 就是设置离金 设置离金 那么这个离金呢 人们又把它称作叫做离金税 离金税 那么这个离金呢 它是清政府征收范围最广 对人们这个群众危害最大的一个税收 那么这个离金呢 它分为几种 有百货离 有盐离 有洋药离 就是这个外国的鸦片 还有土药离 就是中国自产的鸦片 有这么四种离金 那么这个百货离呢 举办的最早 那么它所包括的范围也最广 就是说仪器的日用品 事无巨细 无论大小 都在征收之力 这是百货离 那么人们一般的所讲的这个离金 主要是指的百货离 主要是指的百货离 那么清政府在设立这个离金的时候 最初是想呢 把它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了 那么搞一个离金 增加财政收入 说想呢 等了一旦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 清政府的财政缓解了 就会把这个离金的废除掉 但是后来这个离金 那么由于对清政府这个财政呢 这个帮助很大 这个离金呢 成了一种经常性的一种财政制度 这个离金的废除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 才最后被废除 那么这个离金呢 后来也成了清政府的一个重要的 或者四大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那么这是清政府啊 面对的这个第一次财政危机 是吧 那么他这个广开财源 是吧 那么这个这个 这么几个方面 那么清政府除了广开财源 这个增加收入之外 那么还采取了一些 引证止渴式的 一种畸形的税收 就是很不正常 畸形的税收 那么这个畸形的税收呢 大概有这么几种